好 我們關心走私菸的同時 也要關心一下天氣 像中央氣象局 也發出了警訊通知 其實針對桃園 新竹 縣市 還有苗栗縣 還有台中市也發出了 大雷雨警訊 包括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其實昨天大家都感受到了 如果你在下午的時候 走在外面的話 一定會被淋成落湯雞 是 很多地方有淹水 當然今天我想 昨天有淹到的店家 非常的緊張 所以也是嚴陣以待 因為剛剛聽說下的雨 也還滿大的 不過現在稍微雨是小了一點 我們的記者謝維宜 目前是在台北市的東區 昨天看到這個東區一帶 的確也是很多地方淹水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那邊的狀況 來 交給維宜 好的 各位觀眾 在台北市東區 是已經下起了雨勢 像是昨天在中校東路上頭 有許多地方都淹水了 尤其像是這一間麵包店 昨天呢 雨勢是來得非常大 所以導致水都淹到了麵包店裡頭 所以今天店家是 趕緊準備了這一些沙袋 是先把他們都蹲在 堆在了這個門口 希望可以阻擋 如果雨時真的又太大 有積水的話 可以把這些水給阻隔 那我們來問一下 像附近的住戶 也提到說 大哥想請教 這像昨天這樣的淹水 是不是很久都沒有見過 大概是十多年了吧 就是納利颱風之後 就沒有再見過了 那是像昨天淹成這樣 有沒有嚇了一跳 是有嚇一跳啊 太急 太快 而且那個水溝的最大排雨量 也不過是78毫米嘛 那首先下到130多 當然來不及了 不過很快就退走了啦 還好啦 所以像今天是來 特別來關心一下 特別關心一下啦 但是我知道 今天這種雨不可能有問題嘛 對 所以可能在看後續 對 不用看 先做好準備工作 對 先做好準備工作 好的 那麼像現在呢 雖然雨勢還沒有 像昨天來的那麼的大 但是其實氣象局 已經針對了雙北 還有桃園地區 發布了大類魚的警示 而且有可能會持續到 下午3點45分 像是目前可以看到店家 都是先把沙包堆在了門的兩側 是先留一個通道 讓消費者方便進出 就是希望先及早 做好這些預防工作 才不會讓突然的 雨水淹到裡頭去 以上那麼顯然掌握最新情形 這樣鏡頭換給桃園出國 好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面對高雄之前的煙水 還有昨天台北的這個煙水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央的官員 真的是態度反應大不同 因為行政院長蘇貞昌 你有看到他到台北市 有積水的地方嗎 或者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陳其邁 你有看到他出現嗎 行政院不是就在台北市了嗎 對 這就是我覺得 很奇怪的地方 明明距離比較近 尤其昨天東區中校東路行政院 你就往南一走 你不是就可以看得到了嗎 沒有 沒有看到人 然後蘇貞昌還說什麼 還說高雄市長 韓國瑜只會要錢 結果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韓市長怎麼說 他說蘇貞昌當院長以後 講話真是越來越酸了 怎麼昨天淹水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看到 政府院長去視察呢 好 我們先來聽一下 韓市長昨天的談話 蘇貞昌從當了行政院長 對高雄市講話是越來越酸 越來越辣 好不好 他自己思考一下 我再重申一遍 這一次 七九的大雨 大水 豪大雨是不是只有高雄 是不是只有高雄 昨天台北市也淹水 為什麼沒有看到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去視察呢 為什麼永遠用兩套標準呢 喔 因為不敢得罪科匹 高雄市韓國瑜就是活該該罵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何苦如此酸言酸語 所以我對蘇貞昌院長提出強烈抗議 他永遠兩套標準 而且越來越奇怪 施政的風格越來越奇怪 獨眼農事的施政 看到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 那隻眼睛閉起來 看到國民黨特別是韓國瑜 這隻眼睛是張得大大的 動輒得救 對高雄太不公平 我們高雄市民這隻淹水 很多地方很辛苦 需要中央的幫忙 而不是需要中央 來這樣嚴厲的指責 我覺得要一視同仁 這個原來是不敢得罪科匹 這是剛剛韓市長說的 不過這個獨眼農事政 好像說現在只看到高雄在淹水 結果台北就在你踏出行政院 就可以看缺到淹水的 結果字字不提 我們家信義議員 這個看起來我們的政府 現在是不會中北清南了 現在是完全放火力在南部 對 現在是完全的中南清北 柯P要哭哭了 台北市民也要哭哭了 因為台北完全不受到重視 台北市在昨天的那個 時雨量最大雨量 是破紀錄有史以來最強的 然後竟然中央沒有一個人關心 沒有一個人問問 然後文權只把焦點放在高雄 這個司馬昭之心 完全只是為了選舉在作秀 實在是路人皆知太明顯了 可不可以不要差別 待遇這麼大 也稍微平衡一下 我們看看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怎麼講的 我們的徐國勇部長是怎麼講的 那個批評之嚴厲 然後那個酸言酸語 然後結果台北市 是發生這麼嚴重的災情 我們在大安區 平常這麼重要的一些 重要的路段 包括像中校東路 新生南路 信義路等等 這麼車水馬龍 這麼重要的路段 都水淹成河的狀況之下 然後這麼近的距離 你們怎麼至少不來露個臉 來關心一下 來勘災一下 難道台北市民 現在變成二等國民了嗎 所以這個是在太明顯的這種 為了選舉這樣子故意的 這樣子的謾罵 然後見風插針 難道就要像我們 蘇貞昌院長所說的 一定要什麼 像他說什麼勘災不利 然後防災不利 要專注市政 結果我們看到 你在水已經退的狀況之下 你要市長做什麼 說什麼省影20小時 你連睡覺時間都算進去嗎 然後你在水已經退的狀況之下 你是要市長去馬路上 操作抽水機嗎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 積水 地下室等等 這些第一線的工作 是一個市長指揮調度 做最後決策 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真的都很可笑 我們從三個指標來觀察就好 第一 災情 台北市的災情嚴不嚴重 一樣嚴重 一樣積淹水 然後瞬間雨量 時雨量還比高雄來得大 第二個我們來看看 災害應變中心的開設 高雄在第一時間是開設二級 然後當時其實本來 以高雄的規定 只要副市長來主持 但是市長還親自去主持 那麼到了第二天20號的時候 是改成三級開設 原本只要局處首長來主持 就可以了 但是副市長李四川 他也親自去主持 難道這樣子還不夠專業 難道這樣子還不夠專注嗎 更何況在高雄有李四川 還有李元洪等等的工程 水利專家坐鎮在那邊 這個專業的本來 就應該歸專業來處理 你只是來作秀 然後來喊喊話 然後去勘災以為撿到槍 結果水已經退了 然後又拿不出任何對策來 這樣的作秀 才是他們這些行政院高官 認為的專注市政嗎 其次我們再來看到 在台北的部分 在當時一開始是三級的開設 然後只有局處長到 後來因為雨量太大 變成二級開設 一樣還是只有局處長 市長也沒有到現場去 他們怎麼都不講話 怎麼不說他不專注市政 怎麼不說他防災不利 太明顯的雙重標準 然後另外我們看看 他們三位的臉書 我就以陳其邁來說好了 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臉書 連續三天通通在關心高雄 通通在 不只連續三天 是關心水災的問題 然後每天都在寫高雄這事情 請問一下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還是高雄市長 行政院副院長 領的是行政院副院長的薪水 你是中央官員 你全台都應該要關心 台北發生這麼大的淹水災情 這麼大的雨量 你都不用關心 只關心高雄 你的臉書是不是要關心一下 我們台北 我們台北市民很難過 也都沒有人來關心我們 對不對 然後蘇貞昌的臉書也好 徐國勇的臉書也好 之前罵得這麼兇 罵得這麼難聽 現在全部都神隱了嗎 都去了哪裡 然後柯P也講說 他們來也沒用 因為來了 也是講一些 不管痛癢的話 施政也沒有我們熟悉 大家要想到 在高雄是有專家也在作證 你這些中央官員 跑來作秀一下 然後就拿不出對策 然後這就是 你們這些行政院高官 所謂的專業 所謂的關心施政 所謂的防災不利嗎 我覺得這樣子的行徑 跟這樣子的操作手法 民眾還是會看得明白 有很多你們不知道的蘇貞昌 蘇貞昌這個人就是標準的 這種政治動物 他完全就是抓著政敵去打 但蘇貞昌還有本身一個弱點 我覺得他最近慢慢又是 固態附盟 他很喜歡罵人 我跟各位講他很喜歡罵人 他很喜歡酸人 非常會罵人 非常會酸人的人 而且他真的 在這次的世間裡面 你們講他是獨眼龍 我覺得算好的 他根本什麼都沒有看 他就罵 他兩個眼都閉起來 就開始罵了 只是還沒有輪到罵柯文哲 因為他覺得柯文哲在總統大選 說不定還可以幫上忙 幫上綠的忙 所以他不會去罵他 昨天台北市的淹水 是我見過真的是最大的 但是我們不會去說 台北市的防洪是不是真的 做得很糟或者怎麼樣 就跟高雄的狀況一樣 為什麼 因為瞬間雨量太大了 瞬間雨量太大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他 排水的速度快不快 就是說這瞬間雨量一降下來 我們超過大概 大概超過80 70毫米 就應該會每一個小時 就應該會開始有積水 尤其一些低旺的地區 但是如果這個大雨一過去之後 他排水的速度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 因為本身設計的容量的問題 流量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過去都是有經驗的 所以台北市昨天那個淹水 孫昌沒有去罵 就眼睛蓋起來 我覺得還是小事情 但他去罵高雄就不對了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高雄的積水 是不是馬上就退了 起碼看到韓國瑜 最近的清淤是對的 第二個 如果說高雄 還會這樣子去淹水 如果真的有些地方積水不退 罵的是你陳菊 為什麼罵的是你陳菊 我們在政府做過首長都知道 像尤其這種防洪的工程 他都是要差不多在兩年前 三年前就開始要做規劃 甚至四年前 他就要開始規劃 這裡的我防洪頻率 大概要到多少 然後流量要到多少 抽水戰應該怎麼做 抽水戰要幾個機組 然後去做預估 這個預估 做過去的預估 都其實沒有到這麼大的量 如果預估沒有到這麼大的量 那就是你陳菊當時的錯 陳菊以前也講得很對 這治水哪是我地方的問題 是你中央的問題 這也沒錯 中央也有水利署 淹水的問題 中央的確是錢比較多 像我在整治台北縣 像塔寮坑系在新莊 像蘆洲的抽水戰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 一個塔寮坑系 將近快100億 90幾億 一個蘆洲抽水戰 大概也要10幾20億 真的要這麼大的數字 如果說今天這樣的錢 中央是不是會一起來協助 當然是對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 做首長的人 當然要跟中央去談 不是說中央你不管 或者中央你的權撥下來 到底對不對 我們地方政府 都要跟他一起參與的 所以地方首長就是要錢 你地方首長防洪的預算 爭取怎麼規劃 你當然盡責任 所以我當時就是 三顧茅庐才請了李鴻源 要去求他 去拜託他來的 我告訴各位 但是你蘇貞昌 你在做台北縣縣長的時候 你自己跟全國觀眾講 你做縣長 你到底淹過幾次大水 你講 你告訴大家 你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澤西偉在做縣長的時候 沒有淹過大水 你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樣很公平 你不要老是去罵韓國瑜 我覺得這個事情你要罵 絕對是罵陳菊 因為韓國瑜上任才多久 這個所有的水利工程 都是你以前 更重要的是現在挖出來 高雄做的那個 排水的這些溝曲 所謂的管道裡面 積的淤泥有多高 這根本就是你前任的問題 就是你前任高雄市市長的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蘇貞昌出來罵 罵給大家聽 以為這就有效了 只能證明你兩點 第一點 你很喜歡罵人 很喜歡酸人 第二點 你從來不知道檢討自己 檢討你們自己的民進黨的層局 所以我想高雄市民應該會很清楚 另外一點我要講的就是說 孫上院長也請你告訴大家 當馬英九在執政的時候 高雄氣爆 馬英九行政院 當時李四川也在 李四川是做秘書長 到底中央政府是怎麼撥錢給你 撥多少錢給你 什麼樣的程序 是不是照你現在在罵韓國瑜的 連程序規矩都不懂 蘇貞昌 我請問你 當時的行政院 有沒有這樣去罵陳菊 如果沒有的話 對不起 蘇貞昌 你太會做官僚 你太官僚了 好嗎 好嗎 藍財... 對不起 善 善 善